出入袭来爆炸声碎片四散吓得民众赶紧跳开 黎巴嫩政主党成员所持BB call发生多起爆炸案 第一时间却有人操作背后有台湾在作怪 事发在台湾时间9月17日晚上9点 隔天清晨6点X上有账号先提及 爆炸的呼叫器是台湾金阿波罗公司制造 今年4月中进口 还恶意指出当时以色列的议会代表团正好访问台湾 还贴出了和时任总统蔡英文合照 称他承诺深化两国伙伴关系 不到半个小时之后 索马利亚中国研究智库接力发文 直接点名台湾与以色列呼叫器的勾结被载入史册 成为世上最致命的半导体间谍活动 恶意指控这是技术地缘政治的危险交叉点 更夸张的是国内出现同样情形 PTT有账号质疑BB call这把台湾真的没参加吗 他们当时签约的规范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反而更容易被认知作战 也就是说如果有境外 想要故意针对这件事情见凤插针的话 那会就会变得非常的严重 不管是政府部门国安团队都应该清楚明白的 透过任何的管道向世界发出这样的讯息 中华民国我们台湾2390万人 没有人会去支持暴力攻击 认知作战走过必留下痕迹 国防部长顾立雄也极力澄清 强调发生这种事台以间绝对没有情报交换关系 发言人孙立芳也说台湾的国际合作 不涉及这样挑衅性质的活动 但国际街也确实注意到了 社群网络有心人士企图将台湾政府与爆炸案迁起线 境外磨黑事件又加一 近期新闻最后报道